两个问题 第一,这两个方块一定要用多次的parity单边翻转公式解决吗? 第二,五阶parity翻转公式,你只会画面上的这个公式吗? 如果你的两个答案都是yes,那这部影片就是给你的 因为我以前也是这么认为 但其实前面的方块都只要用一次的翻边公式就可以解决了 五阶parity的公式一开始抓两层RWU2 其实就是把右边的两层移到左边的两层 而且把原本面向自己的面翻转往上 整个公式做完以后,左右互换了 而且左边两边的边都会面向翻过来 所以这个公式除了抓右边的两层以外呢 也会抓左边的两层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3RW'是什么呢? 其实3RW'是方块X'整颗滚动以后呢 在LW'只抓两层往前转 所以整个公式可以只用RWLW这两个转动写出来 这两种转动呢是左右对称的 右边抓住两层转 到左边的时候呢,就一样抓住两层 那结果呢,就是翻两层的边 如果右边抓住三层转 那左边就抓三层 结果呢,就会有三层的边翻转过来 转了哪一层 那一层就会翻转 所以我们可以直转里面的这一层 切出去 然后来做这样子的公式呢 就可以直翻里面这一层的边块 那当然高阶方块要 像我刚刚那样直转中间那一层呢 不太方便,所以呢我会这样子转两次 然后做完这个公式 那凡是转右边或转左边的时候呢 都是只切里面的一层 可以看到就只有里面 这两个单独的这两层呢 翻边了 所以回到片头的问题 这颗九届方块呢 不需要做多次的翻边公式 我们可以看作是从这边切一半 右边这一层和这一层 以及对称的左边这一层和这一层呢 要翻边 在公式里面所有要动到右边的部分呢 都是直转右边那单独的两层 而当公式要转左边的时候呢 就是直转左半边的中间这两条 六阶的这个情况呢 可能会有人把它当作五阶来看 抓住右边这两层呢 来翻过去 那不过照之前所讲的 转什么就会翻哪一边的话呢 那我们这样子翻完以后 其实会变成这个样子 这两边呢 都翻过去了 那这个就变成了OLL的parity 所以一开始在这个状况 如果能够把中间这两格黄色 翻上去的话呢 就不会有OLL parity的情况了 那中间这两层呢 实际上是对称的 一左一右 所以像这样子 右边直转这一层 然后左边呢 直转这一层 像这样子 就可以把里面这两边呢 翻上去 以上是我自己之前的困惑 和后来的理解 如果parity公式背的是 上面这个的话呢 可能就不会有这个困扰 因为这个公式的左右呢 就是对称的 但是如果是像我这样 背这个下面这个公式 又不理解的话呢 可能就会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可以只翻里面的某一层 那3RW'跨到中间的时候 要怎么办呢 实际上 3RW'就是整颗翻滚 然后转左边的L' 这两层 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呢 这个公式就变得对称 好理解了 那话说回来呢 R2B2这个公式呢 的步数比较少 那比RU2这个公式呢 少转两次的中间层 或者是说左右 所以直接背这个公式 或者是多背这个公式的话呢 也不错吧 这一句话说 我说是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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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是多年